欢迎收看小高 中国跳水队正在进行东迅 奥运冠军全红禅更新了最新视频 他和队友一起给四雅杰庆祝26岁生日 全红禅和队友们关系很好 在庆祝生日的队员里 有全红禅 陈一文 龙一平等人 四雅杰出生于1998年 在中国女子跳水运动员中属于老队员了 四雅杰原本是跳台项目的选手 如今转型成为跳板项目的选手 四雅杰曾在2013年夺得世锦赛女子十米台跳水冠军 当年她未满15岁 也是年少成名 2016年里约奥运会 四雅杰以419.40分夺得亚军 冠军被队友仁希夺得 不过后来四雅杰的状态有所下滑 2024年四雅杰转型主攻跳板 在全国跳水冠军赛 他和龙一平合作夺得双人三米板冠军 全国跳水锦标赛 四雅杰和龙一平再次联手夺冠 如今中国女子三米板的两大高手 是奥运冠军陈奕文和昌雅妮 但也有必要有备选的运动员 四雅杰和龙一平 无疑是目前中国女子双人三米板跳水排名第二的组合 全红禅晒出的一张照片上 他背起了四雅杰并且咧嘴直笑 全红禅和队友们在宿舍里打闹很欢乐 全红禅还晒出了一张自己在被窝里看手机 被队友拍照的照片 冬天里在被窝里刷手机 真的是很多人的享受 另外一张照片 全红禅和陈奕文都坐在床上看手机 现在人们基本上都离不开手机 空闲下来的第一选择就是刷手机 全红禅和陈奕文的关系真的很好 两人在广东队时就是队友 又到了国家队奋战 全红禅当初刚到广东队 以及到国家队时 陈奕文就很照顾他 陈奕文可谓是见证了全红禅飞速成长 其中一张照片上 全红禅的头疹在了陈奕文的肚子上 陈奕文出生于1999年 比斯雅杰小一岁 他应该会再征战一届奥运会 陈奕文在巴黎奥运会获得了双金 目前他在三米板项目上的水平最高 但是到了新的奥运周期 这个项目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年轻的龙逸平在成长 老将斯雅杰转型 练三米板的进度很快 常雅妮在上一个奥运周期不够稳定 如果这个周期状态稳定下来 会对陈奕文形成更大的冲击 全红禅在新的奥运周期 被牵扯的事情更多了 经常要被安排参加活动 谁叫他不仅是跳水队的人气担当 在整个体育圈的人气还特别火 如果需要体育明星站台 自然会优先考虑到全红禅 这也是全红禅在新的奥运周期的大挑战 感谢观看